这期继续分享《穷小子》第99篇 记得帮忙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我只是经营会馆 其他的事都是我们的馆长在操作 怎么样 我们这里条件不错吧 丁先生有没有兴趣 酒井三阳继续劝道 这里的确是不错 但是我还想再考虑一下 毕竟空手道对于我来说 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需要慢慢了解 不过怎么没有看见其他学员和你们会长呢 这才是丁长生辞来的目的 哦 我们这里的会员都是业余的 他们都有工作 一般都是晚上过来练习 所以会长白天也不在这里教授空手道 如果您要是真的决定要来这里练习空手道 我可以为您引荐会长 酒井三阳很是殷勤地说道 那好吧 如果哪天你们会长在的时候 我过来看看 到时候再决定是不是加入你们吧 谢谢 丁长生微微汗手 然后转身要离开了 这个时候 门外走进来一个女人 虽然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丁长生已经感觉到 这个女人不一般 看上去满若桃花 而且很有亲和力 可是骨子里透着一股冷漠 有一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哦 丁先生 您的运气真是很好 我们酒井会长回来了 酒井三阳高兴撇下了丁长生 朝着那个女人迎了过去 惠子小姐 您回来了 酒井三阳聚了一躬 殷勤地问道 三阳 他是什么人 酒井惠子看着丁长生问道 他是一个慕名来看看 我们集真空手道会馆的中国人 我正努力劝说他加入我们呢 嗯 怎么样 酒井惠子一边问着 一边朝丁长生走了过去 可惜的是 丁长生同志对于日语一窍不通 而从酒井三阳对着酒井惠子说话 都是用的日语 看来对方也是在防备着丁长生 还没有成功 他说要和你谈谈在做打算 酒井三阳最后说道 等到酒井惠子两人走到了丁长生面前时 酒井三阳用汉语对丁长生道 丁先生 这就是我们的会长 惠子小姐 丁长生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所以只是点了点头 表示问好的意思 听说丁先生对空手道感兴趣 酒井惠子会汉语流利地问道 丁长生没想到 这个酒井惠子汉语说得这么好 还以为他不懂汉语呢 那么刚才他们用日语交谈的什么事 自己可是一点都不知道 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想到这里 丁长生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既然你懂汉语 在客人面前用客人听不懂的语言交流 这是对客人的尊重吗 丁长生问道 酒井惠子开始的时候 也以为丁长生就是一个想学空手道的普通中国人 但是当丁长生一出口 他就感觉到这个中国人肯定不是来学空手道的 肯定是另有目的 丁先生也不是来学空手道的吧 酒井惠子看了一眼丁长生 转身离开了 朝着大厅一角的茶室走去 听说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在这里开了一家会馆 我感觉到很好奇 所以过来看看 但是我看到的是空空的房子 一个人也没有 看起来这里的生意并不是很好啊 丁长生既然想跟酒井惠子谈谈 所以就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请吧 酒井惠子伸手将丁长生让进了茶室 不得不说酒井惠子在日本人里面 算是个子比较高的 差不多应该有一米六了 日本人里面 给丁长生印象最好的是 乒乓球运动员扶原爱 但是很显然 目前这个女人 不像扶原爱那么具有喜感 而是处处给人一种阴厉的感觉 这让丁长生感觉到很不舒服 丁长生弹腿坐在踏踏米上 而酒井惠子 则是跪坐在丁长生的对面 摆弄好了茶杯等物件 坐等清水烧开 丁先生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在一个朋友那里听说的 好奇 所以过来看看 在中国 跆拳道会管不少 但是空手道会管倒是不多 那当然 你们最心于你们自己的武术 空手道 你们是看不上眼的 但是事实证明 武术已经示威了 像具有实战技法的空手道 跆拳道倒是未来武术的发展方向 太复杂了 反而是没用的 再好看的武术也是表演 而在实战中 不需要那些 酒井惠子说道 虽然丁长生感到很生气 但是不得不承认 对方说得有道理 可是太实用也不好 力气太重 跆拳道是奥运项目 但是空手道却不是 惠子小姐想过这个问题吗 武术不是也不是吗 中国的武术不是也不是吗 这和空手道有什么区别吗 说得也是 武术太复杂 但是空手道又太简单 所以这是两个极端 看来我们很难谈到一起去了 丁长生欲起身离开的时候 酒井惠子突然说道 我没猜错的话 您是齐文秀的朋友吧 是不是他告你这里的 既然人家都看出了自己的来历 那么自己只有继续做下去了 而且正好谈谈这件事 没想到惠子小姐冰雪聪明 看出我的来历了 没错 齐文秀是我的老师 我的武术也是跟他学的 所以他既然收到了挑战书 作为弟子 我也该过来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人在挑战我的师父 丁长生信口胡周道 丁先生是齐文秀的徒弟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酒井惠子嘲讽地说道 看来对于齐文秀 这个酒井惠子 也是下了一番功夫调查的 你不知道很正常 我一直都是在外地工作 只是最近才来江都的 惠子小姐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丁先生请讲 酒井惠子微微汗手道 我知道 你的父亲是松下重工的 大中华区总经理 而你本人也是在松下重工工作 我说得没错吧 那又怎么样 酒井惠子皱一下眉头问道 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在中国都是很老套的事情了 刚刚出道的武术家 都是上门挑战那些九副盛名的武术大师 败了不丢人 一旦胜了 那么这个年轻的武术家 就算是在江湖上扬名利万了 对不对 我想惠子小姐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吧 金武体育在江都也算是有些名气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干什么的 现在的中国是什么社会 你的父亲是松下重工的总经理 我想你这样做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吧 这是我自己的事和他没关 酒井惠子闻言变色道 或许是吧 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你和你父亲能够承受的 据我所知 松下重工和中南省的政界关系一直不错 但是如果你大张旗鼓地和金武体育打一场的话 无论输赢对你都没有好处 为什么 酒井惠子闻言 瞪起了美目问道 丁长生心想 这还真是一个政治白痴 要不然就是和他老子和其伙来蓄谋搞这件事 假如你败了 中国的媒体会大肆宣扬这件事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是日本的全国空手道冠军 但是在中国被打败了 你该怎么向国内解释 我是不会败的 空手道不会败给中国的武术 这个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酒井惠子冷着脸说道 丁长生举起一只手 示意他不要讲话 听自己把话说完 好 假如你胜了呢 你在中国同样待不下去 你以为在中国战胜了奇文秀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高手在民间 为了给中国人找回面子 他们肯定会不断地来找你鄙视的 明大暗地 你确定能打过所有的中国武术家 丁长生玩味地问道 这一点酒井惠子倒是真的没有想过 所以文言便沉默了 还有一点 还是假如你胜了 你的身份很快就会被公之于众 那么到时候愤怒的人们肯定会把松下重工当作靶子 到时候你能承担松下重工的损失吗 说不定还会一把火把你这给给烧了 丁长生看了看这个会馆道 可是你你们宣扬你们是法治社会 怎么可能这样呢 酒井惠子文言变色道 对啊 我们是法治社会 可是惠子小姐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了 难道没有听说过一个成语吗 什么成语 法不择重 明白吗 丁长生说道 你这是在为我好吗 酒井惠子文言笑了起来 还别说 酒井惠子一笑的样子比刚才好看多了 也有了不少的女人味 算是吧 我只是想提醒你 虽然你们不承认 但是你们的确是侵略过中国 所以对于你们 中国人从骨子里是没有多少好感的 既然到中国来办场赚钱 那么就是求财了 所以还是不要搞那些刺激中国人神经的小动作 永远不要低估了中国人维护他们尊严的决心 丁长生最后说道 我明白丁先生的意思了 替我转告齐文秀 我收回对他的挑战书 但是 既然丁先生是齐文秀的弟子 我想和丁先生意思一下 可以吗 酒井惠子道 好啊 但是不是在这里 等我有时间时 我会联系你 我们找个闲人免禁的地方 好好切磋一番 如何 为什么不在这里呢 中国不是 有句古话叫做 择日不如撞日吗 今天不行了 我下午还有事 不像你这么清闲 再说了 你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 我不喜欢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做事情 更何况 有些事还是不要公开的好 丁长生猥亵地笑了笑 但是这话被酒井惠子理解为 丁长生是怕被打败的录像带流出去 那好吧 丁先生能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吗 酒井惠子问道 当然 丁长生看着跟在自己身边送他的酒井惠子 很显然 酒井惠子要是穿上和服还是比较好看的 但是现在嘛 和一个中国女人没什么区别 一身的西服套装让丁长生感觉不到日本女人的魅力 只是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到穿一身和服的酒井惠子 虽然自己对空手倒不是了解 但是他有信心将酒井惠子打趴下 只是回去要好好练习一下自己的功夫了 不然的话 到时候丢的可是中国人的脸 看着丁长生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酒井惠子转身进了会馆的大门 酒井三阳看出了酒井惠子的脸色不善 急忙关上了大门 三阳 马上调查这个人呢 我要详细的资料 越来越好 会长 这个人很重要吗 酒井三阳问道 嗯 人家对我们了如指掌 我们对他可是一概不知 单单是这一点 我们就落了下层了 还有 准备发给媒体的比武的事情取消吧 取消 会长 这可是打击中国人的好办法 这也是为了给国内一个交代吧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是在中国 引火烧身的事情 我们不能做 我们要想得长远一些 一时的意气用事是没有好结果的 还会提前暴露我们的目的 酒井惠子最后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办 酒井三阳没再争辩 转身离开了 酒井惠子 却是透过院子里的玻璃 仰望着天空 丁长生说的话言由在耳 看来 虽然自己在中国 虽然时间不短了 可是还是不了解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啊 上完课之后 丁长生在学校的办公室里 找到了齐文秀 向他转达了酒井惠子的意思 那就是武术比赛取消了 你和酒井惠子见过面了 齐文秀惊诧地问道 嗯 见过面了 从饭店出来之后 我想这件事已早不宜迟 如果他认为 你们不敢比赛 为了逼你们比赛 很可能会发动 一系列的宣传攻势 到那个时候 双方将都是骑虎南下了 所以 还是尽早办了这事为好 嗯 小丁 谢谢你 那他和你比武了 这倒没有 他有这个要求 但是我没有答应 我想这件事还是找个时间 再和他谈谈比较好 但是时间没有约定 这您就不用管了 现在是我的事了 小丁 真是不好意思 还要麻烦你 不过 你认为你可以打得过他吗 我可是知道 这个女人 不但是空手到冠军 而且柔道也是了得 你日后和他比试时 一定要多加小心 齐文秀说道 这我知道 齐老师 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丁长生道 先别走 我还有事要问你呢 坐吧 齐文秀指了指自己 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说道 丁长生一言 坐在了齐文秀的对面 不知道这个老师 还有什么事找自己 小丁 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齐文秀斟酌了一下问道 齐老师 您这是 哦 没事 我就是问问 到底有没有 还没有呢 丁长生昧着良心说道 他自己有几个女人 自己心里没数啊 还到处冒充纯情少年 骗人家感情 哦 那 心里有没有目标了 齐文秀心里一喜 看来吴雨晨 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 还没有吧 齐老师 你不会是要给我介绍 女朋友吧 这个 我觉得 还是要靠缘分的 介绍的吗 我向来认为不太靠谱 丁长生委婉地说道 我知道 你们年轻人不喜欢介绍 崇尚自由 但是我告诉你 有时候光靠等 是等不来的 而且 你一个人的生活空间 还是很小的 但是如果 你的朋友亲戚 都帮你介绍一下 这个可选择的空间 就很大了吗 丁长生看到 齐文秀兴致勃勃的 也不好意思 勃他的面子 所以只能是 吱吱吱吱 没说出来到底怎么样 很明显 这是不愿意的意思 但是齐文秀也不知道 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还是怎么着 反正没看出来 丁长生的意思 小丁 你觉得吴宇晨 这个女孩怎么样 齐文秀语出惊人 丁长生以为 齐文秀 是要给自己介绍 他自己家的亲戚呢 但是齐文秀一张嘴 将吴宇晨抬了出来 这小把 丁长生吓得够强 齐老师 吴宇晨各方面都不错 而且家庭条件也很好 但是姻缘这事吧 讲的是一个缘分 所以我和吴宇晨 不合适 性格不合适 我这人好敬 吴宇晨太闹了 丁长生这下 一点都没有给齐文秀面子 他知道 只要自己稍微有点犹豫 齐文秀肯定是 更加地热心促成两人 到时候就更加地麻烦了 小丁 你是不是这段时间 和吴宇晨 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啊 有一点 但是不全是这个原因 反正我觉得 我们不合适 可是我看得出来 吴宇晨很喜欢你 这是事实 齐文秀又说了一句 让丁长生震惊莫名的话 吴宇晨喜欢自己 这不会是真的吧 这个 齐老师 这是吴宇晨告你的吗 丁长生问道 不是 但是我看得出来 你要知道 只有一个女孩子喜欢你时 她才会不断地制造各种事情 来吸引你的注意 你连这点认识也没有 齐文秀看着丁长生反问道 这下丁长生心里松了一口气 只要齐文秀不是受吴宇晨的委托来说这件事就好 要是真是那样的话 自己只能是尽早会胡周了 这江都还是远离比较好 有些事装不知道是一回事 捅开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里面的差距是天壤之别的 是吗 那个 齐老师 我还有别的事 我先走了 丁长生起身 慌忙走出了办公室 连个招呼都没有和齐文秀打 出了警察学院办公大楼的丁长生 一直到了楼下都心神未定 自己就是甘愿当光棍 也不会娶吴宇晨那样的女人的 那不是女人 比男人还狠 自己可不想一不小心死在他的手里 而且从某种迹象来看 这个女人心里也不正常 丁长生老老实实回到了宿舍 这里已经修缮一心 心上的门还有淡淡的油漆味道 丁长生也懒得计较这些了 倒头上了床 还没等睡着时 手机又响了 本想不管他 可是他想起来还真是没玩了 丁长生看都没看 拿过来直接接通了电话问道 喂 哪位 哎呦 脾气这么冲啊 谁惹你了 哦 是你呀 我正睡觉呢 这个时候怎么打电话了 有事 丁长生问道 来电话的是杨凤七 他可是好长时间没和丁长生通电话了 但是人家是有家的人 他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时间方便 所以也没有主动和杨凤七联系过 我明天就到中南省 你还在老地方吗 杨凤七问道 我现在在江都培训呢 一时半会还真是回不了湖州 你这次来是公事还是私事 呵呵 瞧你说得那么清楚 公事私事分得开吗 就不能公私兼顾啊 杨凤七说这话时 还故意放低了声音 这样更让人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关于梁文祥的任命 中央还是很重视的 原本定的来一个中组部的副部长 但是最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中组部的部长何春生 亲自到了中南省 这让省里很多人 都对梁文祥展开了猜想 但是这都是个人心里的事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中南省的第十一届人 大常委会如期召开 在这个会议上 中组部的部长何春生 对梁文祥的主要工作经历 做了阐述 但是更多的还是对梁文祥的赞扬 和对中南省工作班子的期许 最后梁文祥被任命为 中南省省委副书记 副省长 带省长 十天之后将召开中南省的两会 不出意外 到时候就要选举梁文祥为省长 到此为止 梁文祥正式入主中南省 而安如山在这个唯一开完之后 也就离开了中南省 作为湖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石爱国 当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但是开完会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回去 而是给丁长生打了个电话 让丁长生去省委对面的招待所 见他 中南省之间还是有些差距的 当然是对丁长生的走神不满 我问了 都还在正常运行呢 不过我也是边长莫及 就那样呗 丁长生说着话 起身到了这个房间的一角 因为他看见这里放着一个花瓶 虽然不大 但是这个花瓶放到这个位置 显得很突兀 既不是为了审美 也不是为了实用 之所以注意到这个花瓶 是因为这几天上课时 老师讲了几个房窃厅的案例 其实公安工作不只是破案 或者是维护治安 能把犯罪扼杀在萌芽 才是最高境界 破案那是挽回损失 避免损失不是更好吗 只是大家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已 石爱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继续问道 公安局那边的案子还得抓紧 你不能离开了 就不管是了 石爱国说着 看到丁长生伸进了花瓶里 但是随即丁长生的手上 多了一个东西 虽然石爱国不是公安工作的专家 可是这样的电影还是看过的 这个小型的发射装置 粘在一块口香糖上 从口香糖已经干透了看起来 这不是裁案上去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还是把石爱国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知道 我和周局长交接好了 我那一摊暂时还是由他负责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丁长生继续说道 当然了 这是说给这个窃听器说的 因为虽然拿在了手里 但是不知道这个玩意 是不是还在工作 那就好 你心里有数就行 石爱国配合着说道 丁长生拿着这个窃听器 走进了洗手间 打开马桶盖扔了进去 然后冲掉了 书记 江都有家饭店做鱼做得不错 要不然 我请您去尝尝 丁长生从洗手间里出来之后 问道 好吧 开了一上午的会 也饿了 石爱国心领神会道 于是丁长生拿着石爱国的包 两个人出了招待所 胡海军已经将车开了过来 石爱国对胡海军说道 小胡 你找个地方吃点饭 等我电话 我和长生去办点事 然后石爱国钻进了 丁长生的汉兰打警车 直到这个时候 石爱国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你说这是谁干的 石爱国说道 书记 这个不好说 但是肯定不是针对我们的 口香糖都干了 有可能是以前留下的 但是房间里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不知道了 我看啊 您要是不回去的话 我帮您找个地方住下吧 算了 不住了 还是回去吧 江都这个地方 水很深 你在这里还是要小心点 我知道 书记 我回头让刘振东到您家里去看看吧 还有你的办公室 坐车 都定期检查 防人之心不可无 嗯 好 你安排吧 这个刘振东信得过吗 嗯 是个好人 我信他 丁长生给了肯定的答复 这是因为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发现刘振东这人是个人才 不单单是公安方面 还因为这个人很耿直 但是也不缺乏灵活性 关键的一点是 丁长生一离开自己的根据地 就感到自己手下信得过的人手太少了 这是他的一大软肋 一个好汉三个邦 所以还是要尽快建立一个自己的班底 这样的话 也不用事事亲力亲为 否则的话 总有一天自己分身乏术 耽误大事 看来 以后还是不要住在招待所里了 斗争都斗到招待所里来了 这可是省委招待所 不是一般的地方 看来没有内部人的接应 是做不成这事的 也不知道谁住过那里 是不是被人捏住了把柄了 石爱国对这事还是意犹未尽 不过他也很欣赏丁长生的激情 他是怎么知道这里面有问题的呢 长生 你是怎么知道那里面有东西的 石爱国坐在后座问道 书记 我也不知道 只是一时好奇 这两天老师讲了一个谋杀的案例 说的是一个女人想要谋杀自己的丈夫 所以就买了一个花瓶 放在了丈夫的床头上 但是在这个花瓶里 放进了不少的放射性矿石 因为早就因为家庭矛盾分居了 所以他也不担心会害死自己 果然不久 他丈夫就得了白血病 到最后不治身亡 哦 原来是这样 石爱国听得胆战心惊 要是萧红想要害自己的话 会这样吗 现在他和萧红还是分居状态 哎 这也是我这几天培训的收获吧 丁长生自嘲地笑笑道 你说得不错 长生 好好干 要是阿珍有你的一半 我就烧了高香了 哎 待在家里净惹事 石爱国叹了口气说道 阿珍怎么了 丁长生心里一动问道 前几天可是听杜山魁说 石梅珍也在暗暗跟踪着萧红 说到底 他还是信不过自己 他不知道是那根神经搭错了 这段时间一直在跟踪萧红 被萧红发现了 于是两个人在家里大吵大闹 烦死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我想过段时间把阿珍送到国外去读书 免得在家里生事 石爱国最后说道 书记 阿珍的事 我回去劝劝他 但是夫人的事 我想你还是多过问一下吧 我担心他被人利用 如果到时候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怕是不好挽回的 夫人太热衷于赚钱了 当然 可能我说的不是很对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吧 丁长生不知道该怎么和石爱国说 总不能直接对石爱国说 书记 你帽子绿了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你发现什么了吗 石爱国神情一致问道 其他的倒是没有发现什么 但是和夫人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人叫少依周 这个人是夫人大学时的同学 我想阿珍也该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家里有些小钱 冒充富二代 但是这人很贪 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他是想和华锦城 骗华锦城点钱就算了 但是后来发现 他不但和华锦城有关系 还和蒋海洋有关系 蒋海洋也参与到这个事情里来了 石爱国最忌讳的人 就是蒋家的人 所以当丁长生听到蒋海洋时 脸色立刻变得阴冷起来 蒋文山父子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他当然不会允许蒋家父子再回到湖州来 所以当听到蒋海洋的名字时 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不但他参与进来了 还拉了一个帮手 也就是现在省委书记的儿子罗东秋 是时尚 罗东秋一直都是和蒋海洋联手做生意的 这两个人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 难怪啊 长生 你可能还不知道 罗东秋也盯上那块地了 纺织厂那块地 现在真的成了香伯伯了 我说萧红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呢 石爱国慢慢说道 书记 其实夫人想赚点钱 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像这样做法 我担心迟早会被人翻出来 到那个时候 恐怕对你很不利 毕竟有些事说大可大 说小可小 如果那块地出了事 很难说清楚 长生 你的意见呢 书记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罗东秋介入了这块地 我还没有什么主意 这样吧 我想到了 会尽快向您汇报 好吧 送走了石爱国 丁长生心里轻松了不少 既然石爱国知道了 是罗东秋在背后插手这件事 但是听起来 萧红没告诉这里面 还有蒋海洋的参与 甚至少一周也没告诉萧红 有蒋海洋什么事 所以石爱国不知道 但是现在石爱国知道了 而且丁长生也一再地暗示了石爱国 如果他还是想拿着这块地 换取省委书记罗明江的好感和信任 那么自己算是好事做到头了 再没有其他的招可以使了 路都是个人选的 石爱国要想进一步 要想巴戒罗明江 也不是丁长生可以阻挡的了的 既然请了嫁出来了 丁长生也不想再回去了 看看时间还早 于是想给杨凤七一个惊喜 到花店买了一束花 打滴去了机场 本想开车去 但是警车太显眼了 只此敏感时刻 还是小心点好 在街机通道门口等着杨凤七 但是看到杨凤七时 丁长生顿时傻了眼 原本他以为是杨凤七一人呢 但是等到杨凤七出现时 前前后后十多人 丁长生拿着那一束花 像个二傻子似的站在那里 杨凤七一眼就看到了 抱着花的丁长生 笑笑问道 这花是给我的吗 这个吗 你要是想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 丁长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但是事实上 跟着杨凤七来的那些人 看都没看丁长生一眼 人家直接绕过杨凤七出去了 杨凤七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你们先走吧 晚上九点在酒店开会 你不和他们一起走 这样不好吧 丁长生伸手揽过杨凤七的小腰 杨凤七一脸甜蜜地抱着那束鲜花 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对小情侣 我才是老板 他们不听我的听谁的 杨凤七霸气地说道 哦 这也对 那个 我哥还好吧 丁长生问道 你哥 你哪个哥 杨凤七一脸迷茫地说道 就是你家里的那个呀 我问的有那么难懂吗 丁长生笑嘻嘻地说道 哈哈 的确是很含蓄 还好 他忙他的 我忙我的 我们互不干涉 这样最好 杨凤七满不在乎地说道 既然都这样了 还不如离了算了 丁长生说道 哎 你说得轻巧 我要是离婚 盘石投资的股份 不知道会跌多少呢 杨凤七无奈地叹道 可是 你这样过一辈子 还不是苦了自己吗 丁长生无奈地劝道 但是他也知道 杨凤七是一个很理智的女人 自己也就是说说而已 她背后代表的 可不是她一个人的利益 所以 不可能随便离婚的 即便是无碍无性的婚姻 苦吗 我不觉得呀 至少还有你吗 说着 杨凤七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亲吻了一下丁长生的额头 这要是被无良小报记者看到 第二天的头条 肯定是杨凤七了 哎 我住的地方你进不去的 警察学院里面的内部招待所 你敢进去吗 丁长生开玩笑道 那有什么 只是我进去不太方便 这几天没干坏事吧 杨凤七用肩膀抵了一下 丁长生问道 什么坏事 我可是警察 还能干什么坏事 丁长生看了一眼 杨凤七说道 哼 不用你吹牛 到时候就知道了 看看谁怕谁 杨凤七不甘示弱地回敬道 丁长生摇头笑笑没说话 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两人上了出租车之后走了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 身后一辆丰田凯美瑞 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 车上开车的 居然是九井三阳 他是奉命调查丁长生 但是调查了一圈 发现丁长生这个人 还真是复杂 而且还是一个 闲不住的主 这一天 可没少跟他到处乱跑了 你这次来 是为了什么事 丁长生问道 哎 一言难尽 我饿了 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再说吧 杨凤七看了一眼 前面的出租车司机 隐晦地说道 丁长生也明白杨凤七的意思 预感到杨凤七 这次来没那么简单 所以也就不问了 师傅 带我们去城东的沸腾鱼香吧 那里的鱼不错 好嘞 出租车司机一真高兴 机场在城西 能拉到市里 就一百多块钱 再到城东 赌汇车之类的 二百块钱不会少的 你能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丁长生问道 不知道 也许很长时间 看看吧 现在主要的业务 还是在大城市 像江都 这样的三线城市 我们还顾不上 要不是这次原因特殊 我们也不会过来 看看吧 杨凤七说道 哦 那就算了 我还想着让刘香里 把孩子抱来呢 丁长生 给了一张名片 所以接到杨凤七大的电话后 就马上订了个包件 杨凤七笑笑没说话 搞得丁长生很尴尬 但是看上去杨凤七 有点异性阑珊的样子 他知道 这件事要是不说开 杨凤七恐怕永远也不会开心 杨姐 是不是我刚才说错话了 丁长生善善问道 没有 其实我明白 你也是为了我好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对那孩子一点都不牵挂 好像他不是我的孩子一样 相反 我心里只有恨 恨我自己 恨陈彪子 是他毁了我一生 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他 杨凤七眼里 虽然泪汪汪的 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 用他自己的话说 那两年把泪都枯干了 杨姐 我明白 所以 我也不后悔 那件事已经结束了 算了 孩子的是赖我 我不该提这事 好吧 这件事到此为止 既然它不属于你的世界 那么就让它在 刘香梨那里好好生活吧 其实这种宁静的生活 也不一定是坏事 世上有多少人 都想过这样的日子 油箱里没有孩子 肯定是很疼惜那孩子 你不用担心 丁长生道 我知道 所以我谢谢他 其实我也是 没有勇气去见他 我一直都在逃避 长生子 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坏 是不是根本就不配 作为一个女人 杨姐 这是真的不赖你 赖我 我要是早知道 你在那里就好了 我就会早去救你了 丁长生道 算了 这就是我的命 谁都不怪 杨凤七用丁长生递过去的纸巾擦了擦脸说道 两位 请问吃点什么 这时候 点菜的服务员进来了 问道 我看看啊 你们这里的招牌菜是什么 丁长生问道 先生 这一夜都是招牌菜 服务员指了指印的花花绿绿的菜谱说道 那就来一个剁椒鱼头吧 再来一个沸腾鱼 嗯 来一个拔丝地瓜 再来一个玉米羹 先这些吧 快点上菜 我姐饿了 丁长生最后强调道 好的 先生稍等 服务员点完菜出去了 怎么样 姐 你的爱好我还记得清楚吧 还算没白疼你 你怎么不点几个你爱吃的菜 杨凤七这个时候 脸色缓过来了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去烫洗手间 给我要一壶菊花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是感觉眼睛不太舒服 杨凤七起身的时候 不自觉地摸了一下自己的眼睛道 丁长生也看出来 杨凤七的眼睛里 好像是有不少的血丝 还以为他熬夜熬的呢 于是赶紧要了一壶菊花茶 杨姐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熬夜啊 我看你的脸色也不大好 丁长生问道 是啊 最近集团的是不少 熬夜是常试 当时我让你去帮我 你就是不去 现在知道疼我 晚了 杨凤七道 嗨嗨 那个 杨姐 你不知道吗 距离产生美 我要是会会在你眼前晃荡 你指不定早就烦了 丁长生说道 不过你说的也是 按给我放几块冰糖 去火的 我最近火气很大 杨凤七说道 工作上的事 对了 你这次来是干什么 我没听你说 你要在江都发展项目啊 以前没有 但是现在不行了 我这次来是要在江都注册一个公司 以公司的名义 在中南省投资 一方面是为了赚钱 另外一个方面 当然是给别人站台了 杨凤七说道 丁长生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服务员开始上菜了 于是闭口不言 等到服务员走了之后 丁长生问道 我没听明白 你说的站台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的新省长 今天算是正式亮相了吧 杨凤七伸过去小盘 接住了丁长生给他家的菜 说道 对啊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丁长生刚刚问完 就明白杨凤七所说的站台 是什么意思了 我就是为他来的 没办法 这虽然是金钱投资 但是更多的还是感情投资 这也是为了还人家的人情 杨凤七无可无不可地说道 这是谁的关系 丁长生纳闷地问道 杨文祥这个人 还算是一个正派的官员 他是不希望我们过来的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 现在中南省 是很缺少外来投资的 所以我们过来投资 无论是赚是赔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 但是我父亲欠他一个人情 你父亲还会欠他人情 不会吧 况且梁文祥这个人 一直都是在中央工作 难道他 不是他 是他的大哥 当时我们盘石投资 在股市上遇到一些问题 要不是他大哥及时出手 估计也没有现在的盘石投资了 所以老爷子发话了 只要梁文祥在中南省一天 在资金的支持上 我们要尽力而为 即便是一分钱不赚 也得帮人家站台 这虽然不是他大哥的意思 可是做人要讲究 哦 我明白了 你是担心真的赔个底调 所以亲自过来布局了 丁长生问道 你说的没错 盘石投资是有钱 但是那些钱都是股民的 我要为他们的利益负责 否则 盘石投资的信誉就完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丁长生点点头 报恩也不是不能赚钱 要是既能为梁文祥撞声势 又能赚钱 那就两全其美了 我打算注册一家房地产公司 开发房地产 你看怎么样 杨凤七吃了一口鱼肉 问道 嗯 我看行 作为一个地方官员来说 最见成绩的 莫过于修路和建城市了 前几年流行建广场 动不动就几百亩 但是现在再搞那个 就有点傻了 可是就成改造和棚户区 改造这一块 仍然是很多地方官员 比较热衷的 我看行 这个路子 也比较符合梁文祥 现在江都站住脚的实际需要 嘿嘿 我就说嘛 你的小脑袋瓜子还是不错的 不错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有具体的方案吗 丁长生问道 方案需要和城市规划相符合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 先把公司注册了再说吧 嗯 是这个道理 但是要想在江都搞就城区改造 没有江都地方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 你和江都市的领导熟吗 有了梁文祥的支持 江都市的反对可以忽略不计吧 那可不见得 江都市的市委书记是省委常委 不可大议 我倒是认识江都市委书记的女儿 如果需要 我可以为你签签线 哦 是吗 江都市委书记的女儿 漂亮吗 杨凤七故意冷着脸问道 嘿 我说杨姐 不提这个好不好 你是不知道 我们是不打不成交啊 那姐们真是汉子似的 得了 回头介绍 你们认识就好了 丁长生知道 这时越解释越黑 还不如将两个人介绍认识 显得自己心里没鬼呢 真的 杨凤七半信半疑道 这时还需要撒谎吗 再说了 我有几个女人你也不在乎 是不是 谁说我不在乎 告诉你 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 我还怕得病呢 杨凤七白了一眼丁长生道 哎哟 我的杨姐啊 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卧粗好不好 好歹我也是一个人民警察吧 你就不能把我网高上那块想一想 就你 你可拉倒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想 换换口味了 姐公司里多的事 你只要相中了 告诉姐 我给你搞定 千万不要做那些下作的事 知道吗 要是让我知道一次 和你没完 杨凤七霸气侧漏地说道 对于杨凤七的这些话 丁长生愣是美感之声 只要是不停地给杨凤七夹菜 但是就是这样 也没能堵住杨凤七的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几乎成了丁长生的批斗会了 也许是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所以杨凤七的话特别多 杨姐 你在中南省成立房地产公司 那湖州火车站那个地块 你们还打算参与吗 丁长生担心地问道 如果杨凤七打算在江都参与 就成改造的项目 那么湖州市那个项目 相对来说就太小了 这和你有关系吗 是不是涉及到你的前途了 杨凤七问道 那倒不是 那个项目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觉得那个项目不错 要是真的建成的话 你们集团肯定也是获利不菲 如果是可以做的话 为什么不做呢 丁长生说道 你说的是不错 但是董事会意见不一 都认为磐石投资的着眼点 还是要放在一线城市 像湖州这样的小地方 他们还真是看不上 虽然上一次 他们去湖州玩得很高兴 可是湖州的经济底子太差 很长一段时间 很难上升到一个高度 所以 这个项目暂时搁置了 杨凤七无奈地说道 虽然他现在是主管磐石投资 可是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哦 这样啊 那我们市里那些人恐怕是要失望了 他们原本想引入磐石投资给湖州市的投资注入一针强心计 无论怎么说 磐石投资还是大大有名的 这又不关你的事 你操什么心啊 杨凤七摆了丁长生一眼道 丁长生没再说什么 吃完饭后 两个人起身离开了包间 但是这个时候 对面包间里出来一个人 喝得醉醺醺的 但是还算是惊醒 一看到是丁长生 居然一愣 丁长生也是一愣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 居然看到了蒋海洋 丁局长 真是少见啊 这位美女士 蒋海洋用手指了指杨凤七问道 你是哪位 我好像是不认识你吧 丁长生淡淡地说道 呵呵 丁长生 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狗屁局长啊 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 老子分分钟灭了你 要是在平时 蒋海洋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 但是今天喝得有点多了 而且他刚刚得到少医州的消息 石爱国还是不同意 马上开发那快递 他正愁着没地方撒气呢 一想到丁长生 曾经是石爱国的秘书 所以这一通的气 都撒在了丁长生身上 我不是个东西 难道你他妈的是个东西啊 丁长生虽然没喝酒 但是他早就想找个机会 激怒蒋海洋 然后再找个借口慢慢熬他 但是没想到自己还没动手呢 这家伙倒是送到门上来了 你说谁呢 蒋海洋上前一步 要推丁长生 但是丁长生将杨凤七拦到自己身后 然后身体一闪 蒋海洋推了个空 坏就坏在蒋海洋喝多了 身体没有了重心 而且身体的反应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蒋海洋直接倒在了地上 而且脑袋也撞到了墙上 这下可好 直接晕过去了 但是至始至终丁长生都没有出手 哎哎 这是怎么了 这是 说着话 对面的包间里又出来好几个家伙 丁长生没有再理会他们 带着杨凤七转身就走 哎 你们两个 不能走 打了人还想走 停下给我 后面的几个人呼喊着跟了上来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大厅了 而这几个人大喊大吵的 早就把其他人都惊动了 丁长生没有理会他们 到了结账台前 怎么着 想打架吗 丁长生点了一支烟 歪着脑袋问道 这个时候 在这几个人身后 又跟过来一个人 看样子 这些人都是一伙的 但是这个人给丁长生的感觉 很不好对付 单单从眼神里看去 这个人满眼的阴厉 不是那么正派的角色 朋友 打了人就想走 没这么便宜的是吧 男子慢慢说道 虽然声音不高 但是里面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味道 打人 呵呵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人了 丁长生满不在乎的 从结账的台上 拿了一根牙签 踢着牙问道 你要是没打人 我的朋友的脑袋 怎么会流血呢 那是他自己摔的 不信的话 你也可以调取录像带 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过 你这个朋友 还真不是我说你 能喝就喝点 不能喝就不要在这里逞呢 出来包奸杂杂呼呼的 他是不是还以为这是在湖州呢 丁长生不屑地说道 男子一听 丁长生直接点出了 讲海洋过去是哪里的 眼珠子转了一下 问道 你认识他 不认识 没见过 丁长生撇撇嘴道 那就是了 既然你不承认他是你打的 他现在也晕过去了 我看 还是报警吧 到警察局里就能说清楚了 男子虽然还想再盘盘丁长生的道 但是奈何 丁长生不上那个套 所以根本不再和他搭话查了 怎么了这是 是在我这里吃得不好吗 这个时候 从收银台后面的办公室里 走出来一个干瘦的老头 看上去四十多岁的年纪 穿着一身糖装 右手拿着一对核套 哗啦啦不停地在手里转动着 哎呦 白爷 怎么把您给惊动了 刚才和丁长生对话的男子 看到这个老头出来之后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然后上前和老头说了一番话 这个被叫做白爷的 慢慢夺不到丁长生面前 小兄弟 很感谢你到我这里来消费 但是如果你打了人 就该陪人家 是不是这个道理 白爷的脸瘦得像是枯树皮一样 但是两只眼睛却是透着金光 你是这里的老板是吧 丁长生问道 对 这是我的店 白爷不露声色地说道 那好 我看见刚才那个走廊里有摄像头了 你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看看吧 我在这里等着 这位兄弟说要报警 如果你不怕耽误你的生意 可以报警 我在这里等着 丁长生往身后一看 正好有个公结账的客人 坐得高脚凳 于是欠了欠身体坐了上去 白爷 你看看这小子不讲道理 你看怎么办 这可不是我不给您面子吧 刚才的男子又开始机外了 凑巧这个时候 蒋海洋用手捂着自己的脑袋走了过来 这个时候 蒋海洋也有点醒酒了 看见丁长生居然还在 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上前道 丁长生 你这个狗仔子 你居然还敢待这里 好 有胆气 给我电话 我倒是看看你的脑袋有多硬 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蒋海洋打了电话报了警 这下事情闹大了 而杨凤七一直都是冷眼旁观 看见这几个人如此对待丁长生 本身也是存着替丁长生出头的意思 所以偷偷将梁文祥的电话调了出来 如果待会对方做得很过分的话 自己就给梁文祥打个电话 让这些人吃不了多着走 白夜看看这几个人 没一个听自己的 脸上感觉到无光 叹息着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但是在经过丁长生身边时 小生说道 年轻人 如果你想走 现在走还来得及 这些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丁长生笑笑 点点头 表示感谢 但是坐在高脚凳上 并没有动 况且自己身边带着杨凤七 如果要是这个时候跑的话 自己是没问题 可是杨凤七就跑不掉了 再说了 自己跑什么呀 难道自己会怕了蒋海洋 这里不是湖州 虽然不是自己的地盘 可是这个地方 也不可能是惊讶一手遮天吧 五分钟过后 门口响起了警笛声 不一会 三个警察走了进来 出警效率倒是还可以 看来是在某个路段巡逻了 所以接警就来了 谁报的警 进来的警察有点胖 但是还看得过去 黑面粗壮 看起来就不是个好警察 我报的警 怎么才到啊 蒋海洋用手捂着脑袋问道 哎哟 蒋少 你这是怎么了 谁打的你 胖警察问道 陈华 就是这个家伙打的我 你看着办吧 我去住院了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 有点脑震荡 晕 乐信 蒋海洋道 那好 我让人送你去 对了 你 站这里别动 等我回来收拾你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你还是先处理这个人 千万要依法办事 明白吗 要不然 你明白的 蒋海洋吓唬 蒋少放心吧 我肯定会办好的 叫做陈华的警察说道 蒋海洋走了 但是就在陈华想对丁长生说话时 这个时候 白爷走了出来 陈华看见了白爷 顾不得和丁长生激歪 走上前去 殷勤地问道 白爷 怎么着 这是你给个意见 陈所长 这是刚才的所谓打架的录像带 你要是有兴趣呢就看看 没兴趣就扔掉 和我没关系了吧 白爷诡异地笑了一下说道 丁长生一看 这姓白的也真是够混蛋的 那么重要的证据 哪能就这么轻易地给他呢 况且 一看这个警察就不是好玩意 这样一来 自己怕是脱不了干系了 但是姓白的 却是摆脱了干系 这事还真是和他没什么关系了 白爷 你可真是的 好 我收下了 那我回去了 回见吧 陈华说完 转身看到了 还是大爷一样的丁长生 气不打一处来 怎么着 还不走 还要我背你啊 陈所长是吧 这是我的工作证 你想带我去哪里 丁长生将自己的工作证 递给了陈华 陈华一看工作证的皮 一愣 怎么还是个同行呢 因为警察职业的特殊性 为了抓捕一个罪犯 到处转悠 所以 天下警察是一家 这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这也是陈华为难的原因 可是等翻开一看 居然还是个地级市局的副局长 那比自己高招好几级呢 正当他犹豫这件事 是不是缓一缓在处理的时候 蒋海洋居然又打来了电话 陈华 是我 我现在在医院包扎呢 待会你把这两个人 带到派出所去 我要好好和这个家伙叫较劲 妈的 放在我手里 这次他别想毫发无损地出去 我告诉你 这个家伙还得罪过罗绍 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瞬间 陈华的犹豫没了 冷着脸说道 丁局长 这件事 我恐怕是没办法通融了 你看 你本身是个警察 但是你打人 这事就不对了吧 所以 你还是到所里 和我说说事情的经过 对于伤者 我们也好有个交代 你确定要把我们带走 况且 你连录像带都没看 就敢带走一个市局的副局长 杨凤七冷言问道 对不起 这位女士 这是我的职责 一切等到了派出所就知道了 陈华朝后面两个警察使了个眼色 那两个警察立刻上来要嫁丁长生 但是被丁长生一甩胳膊 我会走路 不用你服 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 杨凤七问道 怎么 还想找关系吗 好吧 我告诉你也无妨 但是你们不该惹这几个人 可以说 在这个省里 他们横着走都是没人敢管的 你们难道连这点都不知道 陈华非常惋惜地说道 可是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从到前台结账时 丁长生就悄悄打来了手机的录音 将这一切都录了下来 作为警察 丁长生当然知道保存证据的重要性 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将这些证据保全了 如果完全没有道理可讲 那么这个证据也就没有用 那是在对方异常强大 不给你奖礼的机会时 那么你保存再多的证据都是没用的 但是今天杨凤七在 而杨凤七是来干什么的 这不是很清楚吗 如果梁文祥连这点事都摆平不了 那么这个中南省的巡抚不干也罢 人家为你来站台的 你都不敢置身保护人家 那么你还能指望人家继续在这里支持你吗 陈所长 这几个人都是干什么的 什么背景 杨凤七问道 如果是丁长生问 陈华肯定是不会回答的 因为丁长生是官场中人 但是看上去这个女人倒不是本地人 也不像是官场中人 再加上这个女人长很漂亮 所以男性喜欢在女性面前卖弄的毛病 就显露出来了 于是将这里面的事都说了一遍 怎么样 知道厉害了吧 我劝你们 赔点钱就算了 为这点事犯不上 赶紧将这事处理了 有多远就走多远吧 陈华好心地劝说道 作为警察呢 我劝你一句 无论是谁给的你压力 我劝你还是要秉公办事 否则的话 你这身皮是保不住的 不信的话 你可以走着瞧 丁长生看都没看陈华一眼 淡淡地说道 丁局长 你的级别比我高 我尊重你 但是这不是在湖州 这是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我做主 你最好还是想想 待会该怎么把事情说清楚吧 陈华看着丁长生 虽然没有表现出很多的表情 但是眼睛里 却是露出了胸光 从蒋海洋的话里 他听得出来 这个家伙 好像是得罪了省委第一公子了 那还能有他的好果子吃 好了 这期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继续吧 我下期继续吧 感谢观看